这些大部分都是我半夜起来蹦奶的时候 吓得淡 我觉得半夜起来蹦奶 是会让你做比较疯狂 或者让你后悔的事情 Hello大家好我是Li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超大的开箱 因为我最近陆陆续续的入手了好多东西 很大的一部分呢都是从淘宝上买的 之前我做过很多淘宝的开箱啊 但是好久都没有从淘宝上买东西了 最近我有个朋友从国内来嘛 我就托他给我带了一些东西 昨天终于收到了 所以我今天呢就迫不及待给大家做这个开箱 还有几个零星的小东西吧 我就顺便一起开给大家看 今天这个视频呢很开心的 还是大西叶香水品牌赞助的 之前我有给他们家做过推广 那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的香水的 尤其是我知道他们有仿的很多大牌香水的香型 我就更喜欢了 因为他们家价格是非常便宜 所以可以让我用很少的钱 然后也享受那种大牌香水的味道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其实是喜欢香水的 但是我的香水收藏并不多 我大部分的香水呢都是别人送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办法让自己花两三百刀 买一瓶香水 如果是彩妆的话 我是很舍得花钱的 但是香水我就觉得特别不值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 你觉得很舍得花钱的东西 但是有的呢你就是觉得不值 所以呢我就很少自己去买香水 但是其实我是喜欢自己身上啊 还有家里面都是香香的那种人 这个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他们联系到我 让我试用一下他们家的产品呢 我就觉得非常开心 上次有给大家做过一次推广嘛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愿不愿意跟他们长期合作 我说当然愿意啦 所以呢今天又给大家带来 另外一款香水 就是我最近入手的 那他家的盒子呢包装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每一款香水 都是用单独的盒子包装的 所以你送礼啊什么的也不错 就是很拿得出手的 很好看的包装 然后里面呢就这样打开啊 有他们的slogan 里面还有一个卡片给你介绍 你的这款香水的香型啊 包括这个香水的浓度啊 还有他们是仿的哪一款的香水 都会在卡片上详细的标注 让我最欣赏的一点呢 我上次好像没有说就是 你如果拿到这个香水 你不喜欢它的香味 你完全可以把这款香水退回去 就减少了大家网上购物的风险 因为香水这个东西吧 还跟别的东西不太一样 就是在网上购物呢 你很难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味道的 只有拿到以后才知道 你到底喜不喜欢这款香水 尤其是一款你从来都没有闻过 或者是用过的香水 如果可以无条件退货呢 就完全百分之百 规避了这个风险 他们家除了香水还有蜡烛 蜡烛呢也是仿的一些 大牌的香水的香味 所以呢 如果你很喜欢某一个牌子的香水 然后你又想 把它变成一个香水蜡烛的话 也可以试一下他们家的产品 那我之前也有给大家 售过他们的蜡烛 就是很香 我们家这个卧室面积还挺大的 那那一款小小的蜡烛 可以蓄满整个家里面 所以我是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蜡烛的 香水和蜡烛应该都有套餐价 好像每一款香水是29到 但是如果你一次买三只的话 好像是69还是79到 你买三只的价钱 都不如你在店里面买那种大牌 一只的价钱贵 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 我今天选的这个叫Musky Musk 我是非常喜欢那种Musk 就是比较浓郁 比较成熟一点的香型吧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会很喜欢 那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 因为它是仿的 Julia has a gun 香水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啊 但是这是前几年 应该蛮网红的一个香水 我也是听到一个博主推荐过 但是呢 我从来都没有在店里面 见过这个香水 在卖 所以呢 我就一直都没有闻过它的香味 今天终于可以闻一下 它的香味到底是怎么样的了 我收到以后还没有打开过 我就现场跟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瓶子的包装呢 也是很简约 如果大家多入几瓶呢 可以把它一字排开这样 摆在大家的梳妆台上 或者哪里也蛮好看的 这个盖子呢 是有点吸铁的 就是这样可以吸住 就觉得很高档的感觉 我觉得送的也是非常合适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闻一下这个香味吧 但是我现在身上已经喷了香水了 大家可能觉得 哇你喷了这么多 我就是想闻一下它的香味 因为我身上已经有其他的香味 我就想要拿这个把它盖住 我不知道会不会起反效果 哦我现在想起来了 那位博主说的是 好像它是一款没有香味的香水 就是你这样闻是闻不到的 它那个香味 我现在完全闻不到 有任何香味 真的是很奇怪 我现在搜一下这款香水啊 因为我是几年前看到它的视频 我也有点忘记它到底是怎么说的了 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款香水真的是很特别 它的名字叫 Juliet Has a Gun Not a Perfume 就是它是一款不是香水的香水 这个香水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它是跟你的身体结合了以后 才散发出来的香味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跟你的身体的这个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呢可能是甜一点 有的人呢可能偏味道浓郁一点 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它才这么特别 你是闻不到它的味道的 就是它是缓慢的 非常淡淡的那种清香 然后从你身体里面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香味 真的是非常特别 它主要用的那个香型 是通常在制作香水的时候用的底香 就是拿它来当打底用的 然后再加各种各样的香型 就是这是普通做香水的过程嘛 但是它的这款香水呢 主要用的就是那个底香 所以呢它是跟你的身体结合出来 然后慢慢散发出来的香味的 所以呢我可能还要再多喷一点 然后呢我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这个香味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要等它跟你的身体融合了以后 然后让它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香味 哇真的是很特别 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报告这款香味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我身上 我会把所有的链接信息都放在下面的剪辑栏里面 我忘了问他们这次有没有给我一个折扣码 或者上次那个折扣码还能不能用 我会尽量争取一个折扣码给大家 然后把它放在屏幕下面 其实在他们没有联系到我之前 我已经想着说自己花钱再买一些香水 因为有一些香型是我想试用的 所以他们联系到我就是天使地利人和 对我非常开心的说当然愿意跟他们再次合作 anyway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下面的开箱吧 我们先来开斯芙兰的好了 斯芙兰这次我没有买很多 因为我是这个月的生日嘛 所以每一年的生日 斯芙兰都会送你一个礼物嘛 如果你是会员的话 所以呢我就为了拿那个礼物就在斯芙兰下了一代 所以我只买了一个产品 但这个产品呢是我非常想试用的 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那些小东西吧 他有给一些样品 通常呢样品我就会弄一些底妆类的产品 一个是这个NARS的Radiant Tint Moisture 还有一个是Fenty Beauty的这个粉底液 这是小样 送的礼物呢是有几个选择 但是我想选的那个没了 我忘了是什么了 我就选了一个这个Tatcha的套装 那Tatcha大家知道是一个很贵的护肤品牌 所以呢我觉得那就选一个他家的东西吧 The Dewy Skin Cream是一个面霜 然后他还给了一个小样 叫The Liquid Silk Canvas是一个打底 还有一个呢是叫The Rice Wash 是一个洗面奶 所以这是三个套装 唯一买的一个产品呢 就是ABH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 Brow Freeze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没有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也不能说膏状的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 也不是折离的 这个叫什么呀 Wax 就是一个蜜蜡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用一个刷眉毛的刷子 这样一点 然后刷在你的眉毛上 你的眉毛就会非常服贴 因为其实我是非常喜欢 现在非常流行的那种欧美妆容的 非常毛茸茸的 就是毛促很茂盛的那种眉毛 但是呢我的眉毛也太硬了 而且我们亚洲人的眉毛是往下长的嘛 你就很难刷出来那个感觉 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往上刷 然后让它立起来这种 但是呢我就每一次用的任何产品 几乎都刷不上去 因为我的毛发实在是太硬了 而且是朝下生长的 所以就很难刷上去 那这一个产品呢 据说是非常非常的粘 所以呢你把它刷上去 就能跟你的皮肤贴在一起 然后就可以刷出来那种感觉 我看很多人对它评价都非常高 所以我就想去试一下这个产品 OK好现在就到了我们淘宝的开箱了 我这次真的是买了超多东西 然后每天都往他家送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每天帮我收快递 我先给大家售一下吃的东西吧 我就买了好多吃的东西 我也真的是难为我那个朋友了 人家一个孕妇帮我大包小包的 带了这么多点心回来 然后这个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叫蜂蜜玫瑰洛神茶 是一个叫小矮熊的品牌 但是呢我没有买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它 可能是哪一家送的礼物吧 我也不知道 总之呢它是一个蜂蜜茶 就是你泡完了以后 你再加一点点蜂蜜进去 就会很好喝 然后我给我朋友发了信息 我说我没买这个呀 他说啊那我也不知道 你就拿着喝吧 淘宝就是这点好 每次你买东西呢 很多店家都会送你很多东西 下面这两样呢 都是我看一个博主给我种的草 他们在我的购物车里面 已经进出好多次了 一开始呢是那个转运公司 他不寄吃的东西 所以就没法运 后来我用的那个转运公司 是可以寄吃的 但是我发现 因为是手工新鲜线做的 是有保质期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寄 因为除非你空运 那就不划算了 但是一般的转运呢 大概也要最少两三个礼拜 一个月的时间 寄到我这里应该已经坏了 所以就一直没有买 但是呢就一直在我的购物车里面 很长草 就是一个叫磨小茶的店 我到时候把那个店名呀 什么图片都放在这里 给大家大家就可以去寻找一下吧 因为我也不知道 怎么弄淘宝链接 淘宝链接就很讨厌 我都不知道怎么练 我买了两种 一种呢是 这个样子的一个 像是巧克力饼干吧 它里面是有巧克力的 但是它是抹茶口味的 就很特别 在美国真的买不到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 是一个实景套装 就是它家所有的 这种点心的一个套装吧 这一包呢我已经开了 这一个呢我还没有试过 这一个呢口感 就是它是比较松软 就比较干 所以呢不像普通的 就是在美国买的那种 巧克力饼干的那个味道 那个口感 就是你一咬呢就会掉渣渣那种 但是我喜欢它是没有那么甜 但是这个口味呢 跟我想的有一点差别 就是还好 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好 我还买了几盒蛋黄酥 是这个样子的 我真的希望它没有坏吧 我觉得长途跋涉的在飞机上 闷了那么长时间 所以我买回来呢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了 我希望是没有坏吧 但是我有尝过一颗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我买了好像一个实景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两个口味 反正我把图片都贴在这里给大家 它的图片也是做得非常好 然后感觉还是那种流心的 反正我下次吃的时候 我应该会把它放在烤箱里面 稍微烤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更好了 所以我买了三盒这个 下面呢就是一些彩妆类的还有生活用品的了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了一堆这种美甲的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在国内买真的是特别便宜 在美国买一套可能就要十几刀 但是在国内买呢就是三四块人民币这样 有的是十几二十块 反正就是很便宜 买了一堆这种美甲贴片 我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吧 真的是好便宜 好像就是两三块钱一张这样 然后它还给你送好多 你就是买够多少它还给你送 就是这样子的美甲贴片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反正我觉得挺便宜 我就买了一堆 因为现在做美甲呢是越来越没时间 就是好好的坐下来做美甲了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些这种 我觉得比较简易比较方便的做美甲的方法 我是不喜欢到店里面做 我觉得店里面做的还没有我做的好呢 我还买了好多这种穿戴甲 其实我以前也用过 但是不是它背面的胶粘的不粘 就是它是用那种胶水的 就像502胶一样 我就曾经有把自己的指头 粘在一起的经历 所以呢我就觉得穿戴甲 不是特别好用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甲面 是比较小比较细长的那种 那很多穿戴甲呢它都过厚 所以呢就看上去很假 你知道吗 我就不喜欢那种感觉 而且在美国买确实也很贵 大概就像我说的十几二十道 但是呢最近我就看到抖音上面有直播嘛 然后我就每一天看人家直播 我就看到 哎人家就是那种什么空气软甲呀 就是很薄很软的那种 哎我就觉得很长草 而且现在都是用的那种果冻胶来粘 反正我看的主播演示的是非常好 就是不会刮头发呀 然后不会松动呀什么的 所以呢我就买了几盒 我说试一下 我昨天呢已经迫不及待的就弄了一幅 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这个颜色呢好像不是特别显白 anyway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肯定没有像主播说的那么容易 他们就是给演示一个教程 大概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 但是我自己弄的我觉得弄了好久 也没有好久吧 大概弄了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也不太确定 但是呢就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 也可能是我第一次弄 我不是特别熟悉 所以呢弄的不是特别好 尤其是右手 因为我是用左手来弄的嘛 就弄的没有那么好 可能果冻胶的size也没有选的特别好 总之呢它是会刮头发的 就是右手 而且呢也是有几颗 如果你去抠东西啊什么的 像如果我现在拿这个手指来抠这个 就会有点松动 但是目前还没有掉 那左手呢就好很多了 我觉得也还是就练习一下吧 多练习吧 所以就买了好几副 这个美甲的东西 我还 这个东西完全就是 真的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笑我 因为我是有一点溜肩的人嘛 所以今天我穿的这个是有垫肩的 所以看上去还好 但是呢我的溜肩非常严重 然后呢我就 也是看到抖音上有人动草 我就买了两副这种垫肩就是 我真的觉得抖音真害人呀 买了两副吧应该是 一副是这种透明的 硅胶式的一副是肉色 我想可能我也不会常用它 但是我想夏天嘛 如果穿很薄的衣服呀 有没有垫肩什么的 穿那个我觉得 应该会好看一点吧 我还买了几副美瞳 这些大部分都是我半夜起来 蹦奶的时候 吓得淡 我觉得半夜起来蹦奶 是会让你做比较疯狂 或者让你后悔的事情 anyway 我买了几副美瞳 最近follow了一位博主 叫april草莓 还是 我把他的那个handle 给大家打在上面 总之他就是做仿妆啊 但是他不是说仿的 一模一样的 他就是仿那个感觉 那个味道真的是 仿的太好了 就是 我觉得他本人也长得很好看嘛 所以就是仿什么都特别美 所以呢 就是因为他 我觉得我现在对彩妆 又重新燃起了兴趣 我之前跟大家说 我现在对彩妆好像 没有太大的兴趣了 所以很少卖彩妆了 但是我自从follow了他以后 我就一直开始刷他的视频 我就觉得 哇他真的画的都是好美的 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 所以呢我就 买了好多 他视频里面用到的东西 反正给我种了一堆草吧 我就买了几个美瞳 就是那种蓝色的呀 绿色的呀那些的 我就想 如果我哪天要做一个混血装的话 什么的 我也可以戴一下试一试 因为我戴美瞳戴的不是很好 然后呢我就又买了一个 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 就是这种戴美瞳的工具吧 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勺子 你可以把美瞳摇起来 然后呢可以把它夹住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 就是我看很多人戴美瞳的时候 这个是戴美瞳还是摘美瞳的时候 反正我得研究一下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用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反正我是非常不会戴美瞳的人 所以呢我要好好再学习一下 我还买了一套假睫毛 我就觉得这个是蛮松散的 就是我现在也不太喜欢欧美的那种 特别浓密的了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对某些妹子来说 还是觉得很长 就是还蛮浓密的 但是对我来说已经是偏自然的了 我就想说试一下这一款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叫兔奶奶的一个牌子 他还给带了一个胶水 正好我的胶水也快用完了 之后全部都是毛哥平的一些彩妆了 也是April给我种的草 但是呢 我们这里是买不到了 正好这次我朋友来嘛 我就让他给我带了一些 我买了一个修容粉饼 是这个样子的 很淡的一个颜色 但是他应该就是那种打阴影的吧 就是鼻影啊什么的 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国内的彩妆 尤其是我觉得毛哥平的东西 应该都是那种 就是特别淡的 他就是比较 提倡修饰古像啊什么的 就是比较温和的那种 不会有那种 龙墨重彩的那种彩妆颜色 而且呢 主要就是给我们亚洲人的 所以也不需要太特别深的色号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光感滋润 无痕粉膏 这个size啊 让我觉得还蛮小的 比我想的要小 哇 怎么都这么小呀 是这个样子的 OK 比我想的要小很多 我觉得最少应该有一倍大的size吧 这应该是症状吧 Anyway 反正我试试看吧 他家的粉膏好像有两种 一种是偏自然的 就是叫什么水润什么的 反正我也是看了测评 觉得这个遮瑕力还稍微的高一点 所以呢 我还是选择了这一款 因为我还是属于瑕疵皮嘛 我觉得即使它是遮瑕力比较高的 也不会特别的妆感重的那种 这个是叫光影素颜高光粉膏 这一款呢 我觉得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彩妆的朋友 日常可能会用不到吧 我觉得这款真的就是你如果很想去做仿妆啊 或者是修饰骨相啊 这种的 你可以用一下 但是一般平常 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不想再多一个繁琐的步骤吧 最后一个呢 就是他家这个无瑕双色遮瑕膏 哎呀 反正他们这个size都蛮小的 这是不是正装呀 大家给我留言吧 我觉得好像不是正装吧 Anyway 但是这个遮瑕膏呢 也其实用不了太多 所以就也还好 反正就试一下吧 他还给送了几个这样子的化妆棉 然后呢 还有这样子的刷子 这几个刷子 我觉得应该是会蛮好用的 哦 这里还有一个小东西 就是Kate的染霉膏 我之前呢 跟另外一位在日本的博主 有做过一个礼物交换嘛 其中的一个产品就是Kate的染霉膏 真的是我用过的最好的染霉膏 没有之一 但是我在美国不好找嘛 他送我的那只 我一直还都没有扔掉 我就不舍得扔 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 然后呢 我就买了一只新的 现在他好像是新包装了 以前的那个 反正他送给我的那个 应该是旧包装 但是我希望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吧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最深的颜色的款 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总之呢 这一款染霉膏 真的是用的特别好用 因为它的质地比较干 所以呢 就是你梳眉毛的时候 可以有那种根根分明的感觉 所以非常喜欢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开箱了 感谢大西野对本视频的赞助 大家也可以去下面的链接 看一下他们的产品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视频 多多帮我点赞转发收藏 如果希望收到更多有趣的视频呢 也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键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